弹云排扶锈钢慢速肉丸打浆机 型号GY-MQ-32 打浆前先给慢速肉丸机冷却槽加入适量的冷水 高速肉丸机打好的肉泥 打浆孔内加入高速机打好的肉泥 加入适量的水和准备好的淀粉 视频演示15斤瘦肉打出的肉泥比3斤淀粉 打开盖子观察肉浆的变化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电动机通过大皮带轮减速带动传动轴 而使打浆刀片转供拍打肉浆 实际转速只有200多转每分钟 互称之为慢速肉丸机 打浆过程能使肉类细胞从组而吸收大量水分 互在打浆过程中加入适量的冷水 肉浆拍打产生磨擦容易使肉浆升温 在打浆孔外部设有冷却水槽 打浆前加满冰水或冷水 设计科学合理 打出来的肉浆细腻 头感好 富有弹性 是肉丸 鱼丸专用制浆机 博厂生产的慢速肉丸打浆机有32型格 36型两种型号 打好的肉浆 技术参数 弹云排慢速肉丸打浆机的操作步骤 1. 先用水清洗打浆筒 2. 将打浆筒外水槽加满冷水或冰水 3. 将肉泥或肉粒放入打浆筒内 盖上盖子 4. 开机打浆半分钟左右加入适量的水和配料 5. 打浆一分钟左右可打开盖子观察肉浆的变化 6. 打浆完成 7. 关闭电源 stock丶取出肉浆 7. 及时清洗打浆筒 7. 打浆筒 6. 打浆 Newman 切丝 7. 打浆筒 8. 打浆筒 6. 打浆筒 8. 打浆筒 8. 打浆筒 10. san级